同樣的經驗 都是六年十二年前 2005年 同一班老師去了土耳其短孫 第一次來到土耳其 猜不到迎接我們的 竟然是漫天飛雪 早上零週的時候 同大家一起唱 我在03年非典時期寫的詩歌 我願你共黃 在土耳其沒有看到鷹 不過看到很多海鷗 遇到伊斯坦布爾的街上人後湧湧 難得見到華人 這位女士立即來著我們 講下她的故事 我們當然不會放過傳呼音的機會 立即邀請她去教會聚會 在農曆新年和其他同鄉最下解下鄉手 聚會當中 除了詩琴 獻唱 都分享了詩篇二三篇 和大家講下 怎樣可以變成主的小肥羊 第二天一早我們就來到另一個食譜工場 土耳其的孫教士子弟學校 學校的前身很破裂 重建後 生效四入五層 學校希望可以為主培育出未來傳導人 孫教士 看到場上的手印 校長就為我們解釋 校長帶我們參觀剛剛裝修好的圖書館 有位隊員忍不住問她 學生為了我們喜歡舉辦的中國文化周 畫了不少宣傳海報 我們當然也要幫忙保持一下 作為老師 當然要入貨色教書 初次見面 讓他們感受一下中文字的魅力 最直接的方法莫過於用自己的名字來示範 然後當然就是古今中外都感受學生歡迎的遊戲環節 另外我還跟老公一起教大家中國功夫 因為沒有空拍照 所以當時的情況就只好靠想像 功夫的確值得一學 在文化交流的時候真的很有用 同一年在巴黎讀法文 都跟學校裡的師生分享了中國功夫 同一年暑假都跟一班中學生去了日本短孫 可能是女校關係啦 無論我怎麼教 她們的同作都是這麼溫柔優美 展示出來的 千萬武道多於武道 去完法國和日本 是時候回來土耳其啦 除了學功夫 穿起中國民族服裝影上都是很受歡迎的活動 看看 我們連絲頭都帶來 因為大雪導致學校停課 原定的中國文化周就變成了中國文化日 不過就無阻我們侍奉的決心和熱誠 大合照當然就要在伊斯坦布爾的地標之前發洩啦 看看 雪依然是落過不停呀 你isk advantage 我們是一家人 我們是一家人 決定 finale 我們是一家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